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今天的故事就从陈奕迅的这首MV 好久不见说起 这是快乐男生于浩铭 最近非常喜欢的歌曲 歌词的意境很适合他现在的心情 参加快乐男生之后 家住广州的他就很少回到阳城 此次快乐男生巡回演唱会 在深圳举行 于浩铭也就有机会 对广州的朋友说一句 好久不见 镜头前的这两位小伙子 一位叫冯之远 一位叫李璐 从小学到高中 正是他们陪伴于浩铭 度过了那段最难忘的青春岁月 在这令人心智的花样年华里 他们共同分享着 你不一定知道的 有关于浩铭的小秘密 于浩铭的小秘密一 于浩铭的外号 叫的最多就是 于浩铭吧 为什么叫他于浩铭呢 其实没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鱼字 所以就叫他于浩铭 就这样 于浩铭的小秘密二 在学校于浩铭差点被保安抓走 以前唱歌不怎样 我就向他讨价 因为知道他唱歌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个 一栋大厦的后楼梯那里 就好像练歌坊一样 所以就在那里练歌 高声呼唱那样 就搞到有保安人员 喂 你们在干嘛 然后就一起逃跑 于浩铭的小秘密三 于浩铭是校队羽毛球队员 于浩铭的小秘密四 于浩铭最害怕的东西 在每个人的心中 伴随着自己的成长 和自己一起分享秘密的青春伙伴 始终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但是尽管如此 由于各种原因 到现在 于浩铭和他们 居然有两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了 以前 哎 表明 怎样 出来唱 对 好 什么时候 啊 好 马上翻 但是现在 为了寻找回属于自己的珍贵友情 于浩铭这次下定决心 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一定要和好久未见的朋友联系上 他给冯志远打出电话 约他下午在初中就读的学校门口见面 但是 冯志远能够赴约吗 他们见面了 又会说些什么呢 做些什么呢 他来看我的演唱会 于浩铭和他的朋友们 继续等着你 于浩铭的老同学 他就负责啊 就是出场报道 就负责化线 老师眼中的于浩铭 不财了 后面前走无量 欢迎来 这是正在进行的雪碧 娱乐无际线 那在广告之前呢 今天的特别报道是 他来看我的演唱会 讲述的是于浩铭和他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好朋友 是的 阿姨还在的好同学 那回到几位的校园的话呢 除了同窗 当然还有那些 好久不见的老师们 对 现在去找我初中的同学 冯之远 我在那边 下午 冯之远一约出现在了 两名就读的初中学校门口 好久未见面 感情依旧未变 一上来 两个人就是一个拥抱 是我 我初中同学 冯之远 对 你不要看他 就是 就是皮肤有点黑 头发就是有点 有点搞笑 所以但是 他还是蛮搞笑的 但他为人还是蛮搞笑的 你先评一下 但你先评一下 我是广东南 我叫冯之远 在曾经那么熟悉的校园里 于浩铭和冯之远是那样的惬意 曾经学生时代的往事 一幕幕又吻上了心头 就没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出场报呢 就负责画线 就拿了纸就画线 但是画画跟写字是轮不到他的 对啊 对啊 但是写字呢 还是就可以轮到我 因为 可以说是 字还算是OK吧 对 真的回想到当年就是 每天跟他在球场上练球 然后 真的 以前真的很爱 很热爱这个运动 现在打球呢 现在打球 有点生疏啊 哎 你看他刷球还可以啊 哎呦 这头发太长了 所以 接球就很麻烦 然后他就来了 当然 重感情的于浩铭 约冯之远在母校见面 不仅仅是来参规留恋的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需要去完成 那就是去拜访 教过他们的老师们 中秋节就快到了 星期的于浩铭 特地准备了 带着自己心意的月饼 送给老师们 这已经开始了 哎呀 没有表过 表过好几次了 都是有点 帥仔了 哎呀 对这是 这是我 呃 我们的 我们的恩师 就是 呃 乌尼老师 但是呢 他是跟我们 玩得很好的 很好玩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呃 不关键 跳舞 我们的 丑铭 反无量都 呃 倒戏几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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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